这边都是汽车模型 哎呀 发现了一款比较好玩的 香港的微影模型 看一下它的展览 哇 新世纪福音战士 说实话这个是真的帅啊 非常具有香港风格 哇 这里还有李小龙 同款联名作品 80周年限定 顺分联名款 哇呀 这么一看感觉顺分真的是 太高大哨了 说实话设计的真的很漂亮 这里还有其他的同款 这边是它的一个街景 这里的车就更多了 哇 这里还有顺分同款 快递车 还有飞机模型 这个我们之前都玩过 还有斧头 这个我比较喜欢 儿童实验类的 动手动脑做实验 飞机 这个展览看上去非常的有趣 我们进去看一看 飞车 有点仿多没卡之前的一个工具 瞧这个小朋友一直在玩 尘射小飞车 哇 这是什么 这么大一个飞机 哇 全是用吉姆拼出来的 这得花多长时间呀 哇 那个去 这边就和我们平时买到的 差不多了 赛车 直升飞机 满满的都是 看一下绘画机器人 我们过去看一下汤卡的工程车 之前我们开过汤卡的毛骨 但其实它玩的最多的还是这种大号 质量特别好 就是有点贵 其实买这种小的就很不错了 DC漫威英雄 整个玩具 电动小鱼 我们来钓一个 哇 迷你世界 哇 做得很精美啊 神奇宝贝 这个是银鱼丝 极其全套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哇 非常旧国分 进去看一下 万物皆可皮卡丘 航天系列 哪吒 这个哪吒好丑啊 姜子呀 电影才出来 现在已经有 同款的积木了 来 我们看新世纪福音战事 说实话远看还不错 拉近了这么一看 有点傻屌 哇 这个展台 这么有古色古香 这个是什么玩具 我们进去看一下 木制玩具 一个火箭 适合小孩子玩 瞧这边有弓箭 吃火锅 紫禁成火锅 我们进乐高区看看 虽然我们很少玩乐高的 这个翻船很漂亮 飘浮床体船 悟空小侠 牛魔王 来自国外的品牌 价格非常非常非常的贵 石头人 这个展台我觉得非常棒 就是价格稍微有点贵 要不然我就给它买了 石库的卡车 德国品牌也是 惊喜娃娃 国内玩的比较少 无论是大人和小孩都可以玩 我们看一下多美卡 卡油 我们进卡油看看有哪些西游卡 反光看不太清楚 这边是叶罗莉 恐龙蛋我们之前都玩过 独角兽系列 上面的蛋更大 哇 这个比我拼出来的大很多呀 为什么我买的那么小呢 你瞧这个多大 这才是盆嘛 这个厉害 这个厉害 我已经慢慢闻到了甜的味道 我已经慢慢闻到了甜的味道 假面骑士 鬼面之刃 这个我喜欢 加油我照 鸡甲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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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